各位朋友,我們在伊斯蘭的過程開始了 由我們的兄弟還讀《古蘭經》 《古蘭經》是他上次讀過的 但是他說很喜歡《古蘭經》 所以他這次又讀過《古蘭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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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之師父 而由於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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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دْ أَفْلَعَ مَنْ زَكَّاهَا وَقَدْ غَابَ مَنْ دَسَّاهَا كَذَّبَتْ زَمُودُ بِتَغْوَاهَا إِذٍ بَعَثْ عَشْقَاهَا فَقَالَ لَهُمْ رَسُولُ اللَّهِ نَاكَتَ اللَّهِ وَسُقْيَاهَا فَكَذَّبُوهُ فَعَكَرُوهَا فَدَنَّبَ عَلَيْهِمْ رَفُّهُمْ بِذَنْبِهِمْ فَسَوَّاهَا وَلَا يُضَافُ عُقَبَاهَا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好 谢谢 我們要洗手洗臉、洗澡等等 另外就是spiritual 也要清潔 思想上我們經常想一些多賊的信仰 或者一些污蔚的行為 這裡就是其中一段的《古蘭經》 去寫我們 今天的題目就是關於談戶的耳疤問題 本來應該是學校長說的 不過學校長有些事 就來研究和我代替他講 這個題目其實在初階的時候 在一個原教旨主義和聖戰的課 其實都有初步的講過 那個題目就是原教旨主義和聖戰 就是用一個個案的研究 case study 講關於斯坦的問題 而將他再深入去講就是這一項的目的 但是因為我上個星期就講了 可能有部分人聽過了原教之珠和聖戰 我就將這些事件再加了一點 很少是關於ISIS 即是伊斯蘭邦 另外就是特朗普的 即是特朗普做了總統之後 即是現在說有些福建的票數 其實都很難回推翻的 但是在美國那裡都很大的回響 尤其是穆斯林社群 這些穆斯林社群應該怎麼反應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做個統計先 上一次我就應該播過一個叫做 抵國邪羊的關於巴勒斯坦的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跟朋友看過的呢 有沒有啊 沒有看過一兩條 其實這個就是很久以前 有一個叫做下週電視 撿了一粒的了 其實就是它有一個叫做抵國邪羊 它是一個紀錄片來的 一陣我去播給大家看 播少許吧 播不完的 因為很長 但是其實它就是講到這個 所謂的耳疤問題是怎樣的呢 我們很小時候就有一個 其實以色列19474849 我忘記了一下 就留了國 在以前沒有這個以色列的地方 但是呢 在聖經上也有過 聖經上有我們讀這個 基督教學校的時候 就說以色列又怎樣 以色列又怎樣 以色列又怎樣 我們都知道有以色列 就是在聖經上有講過以色列的 但是呢 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以色列就是 就算耶穌出生的時候 降生 或者耶穌降生的時候 當時耶穌被羅馬人統治的 對不對 就是羅馬人後來統治之後 後來到了公元六百多年的時候 羅馬德這個勢力 可能有勢力 就興起的時候 就在第二任哈利法尼歐馬的時候 就接管了耶路撒冷 那應該是被這個阿拉伯人 就管治了 統治了那樣 但是呢 其實有沒有其他人 在這個以色列的地方居住呢 一定有的 是 到了這個 奧圖曼帝國的時候 就由土耳其人 接管了這個地方的 那在輾轉之間 因為我和曼帝國 就是在世界大戰 就是因為支持了德國 所以德國就輸了 於是英國就接管了這個地方 當時是英國接管了這個地方 在一個托管的地方 嘩 殖民地也好 或者托管也好 其實都是英國的治廢 在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叫做猶太復國運動主義的潮流 就興建了出來 有一個叫Fildo Hurst的人 他就說 蛤 這些猶太人 應該要有一個國家 省區全世界的地方 的猶太人也有一個國家 那當時呢 在這個英國政府那裏呢 其中有一個文件 叫Belfort Decoration 我講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去互聯網那裏 就剃回這些東西都可以的 那Belfort Decoration 就是當時有一個英國首相 就是很同情這個這樣的猶太人 那他們就想幫這個猶太 就是服國運動要立國 那當時呢 就是在哪裏立國呢 那些猶太人都散居了 全世界 歐洲的地方 路到地方有猶太人 那當時的阿拉伯也就是猶太人 其實在這個 現在的意思是這個地方都是 猶太人和這個阿拉伯 是混在一起住 就是住的那樣的 那這個Belfort Decoration 就是幫這個猶太人在立國 那猶太人立國呢 最初呢 就想在哪裏地方 想在南美洲的那裏地方 啊 南美洲那裏地方 好想未開發 可以去這個地方 那我發覺不是太對 那另外呢 兩個選擇呢 就是塞布魯斯 在地中海那裏 都是一個好的地方來的 那但是呢 這些人呢 又覺得又不是很好 後來呢 不如選擇回 在他們的 路造中 阿波拉罕 或者猶太人的 公益的路造中 阿波拉罕 就在那裏 那裏 但是當時已經是 就是 已經是 現實上來說 就是阿拉伯人 和其他的人 在那裏居住了一段時間 那於是 就是 阿猶太復國運動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 就是 催生了出來 就有一個 叫做 movement 就是現在我們這些 什麼運動 什麼運動 一樣的 背後呢 都是有很多複雜的政治啊 經濟啊 軍事啊 等等 很多的大國在那裏 國力啊 那其中一個所說的呢 就是這個 帝國邪陽所說的 那我就給大家看了先 那就是 就是呢 其實呢 這個 是歐洲那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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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有些展覽啊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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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件事 我也做過少許看書 找到歷史去看 他們都問過一些教授 其實是甚麼情況呢 就是牧姓他們在麥地那裏 成為一個以色列國 在麥加那裏 古羅斯族人 就走來攻擊他們 打了幾次仗 其中有一次的仗就是聯軍之役 在第三次的仗 他們圍著麥地那 圍城 但是在麥地那的時候 就不只是牧師立地保護麥地那 其他住在麥地那的任 都要保護麥地那 立了一個田藥在那裏 但是有三族的遊派人 他們一早就背棄了這個立藥 背棄了 即是說本來是一起去防禦的 但是到了後來 我們就不參加了 不守著麥地那 他們就 穆斯林就孤軍作戰 後來這個聯軍之役 就是一場大風吹散了 聯軍撤退了 這場戰役就無所謂 誰贏誰輸了 但是那些人就說 那幾族的猶太人就是臨陣退縮 就是所謂叫做撕毀了這個聯防協議 我們要追究 於是麥成就是問了那些猶太人的掌路 他說根據你們的律法是應該怎樣處理的 因為他們的時候雖然是散居 大家都是聚集 但是供應牧姓是他們的領導 但是不是以以斯蘭的法律法規 就是假注他們身上 就是你們的律例是怎樣處理的 跟你們的律例處理的 於是那些猶太掌路就說 如果他們是林鄭退縮 就是break 了 contract break 了 covenant 他們就要根據律例 根據猶太律例就要處死 那麥成就是根據這些猶太的掌路的意見 就執行了這個命令 所以就是有三宗的猶太人死了 但是這個情況之後 那些歷史學家都有記錄了這件事 但是現在就勾出來 就說啊 麥成那時已經對猶太人很慘慨了 之類的 所以就說甚至在鄂圖曼帝國的時候 就是那些巴勒斯坦人和那些猶太人 其實他們是在和平共處的 那有一個香港的記者叫張徐勇 給大家聽過他 他有時就去巴勒斯坦 看看那些加沙地帶 那些他回來 他幾年前都有一些 在法部會啊 有些書局那裏 就有個法部會 我都去聽 我們都邀請過他去我們學校 就是講一下巴勒斯坦的問題 他都跟我說 他都認識一些那些人 他們是他的祖先 或者幾代之前 是那些巴勒斯坦人和那些猶太人 那些小朋友一起玩的 一起在街上一起玩 那些巴勒斯坦人呢 如果譬如說要做事呢 很樂意把那些子女 交給那些猶太人 幫他托管 同樣道理就是一樣的 所以說 所以他們都是信一神 當然有些不同了 但是其實是和平 就不是說因為中間的問題 種族的問題 就是殺了幾千年了 一定不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就嘗試播一播 巴勒斯坦的片子給大家看